世界的东方花园 印度洋上的绿宝石 全世界向往的度假天堂 轻奢漫游 最品大马 位于北北一度的马来西亚 如一块镶嵌在海洋上的绿翡翠 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六点四 两百万年历史的热带雨林 十多万公顷的椰子树 不仅成为马来独有风光 更被广泛运用于饮食当中 其中就有马来的国民佳肴 椰浆饭 把米饭浸泡在浓椰浆里蒸熟 加入斑兰烟后 它既有椰子那种香气 又有独特的方向 果在芭蕉叶中 再淋上马来辣酱鱿鱿鱼 味道又香又辣 非常的透透 以椰香白米饭 搭配鲜辣鸡肉 爽口鱿鱿鱼 清新与热辣并济 自然之味 还以自然 在椰林树影之下 一边享用椰浆饭 一边沉醉于眼前的蓝天碧海 细浪白沙 还可在马来的世界级潜水圣地 与海归鱼群兮兮 让味蕾与身心轻松 PLANET推荐为 吉隆坡唐人街上 最好吃的餐馆 它主打的马六甲娘惹菜戏 见证了马来人 与华人的喜庆联谊 娘惹菜戏融合了华人 对食材的那种精挑细细 又融会了马来美食当中的 那种奔放的那种 恶劣跟刺激 自四千年前的坦鹏文化开源 履经柔佛苏丹 与马六甲王朝的辉煌时期 华人移民 英国荷兰殖民者 印度商人先后到来 组成马来西亚开放包容的 多民族文化 这种融合 既建于历史建筑之中 为完好保存至今 也延续在日常的语言和饮食脉络里 马来西亚被称为华裔的天堂 华人占比24% 华人把福建 潮汕地区的那种敏茶文化 跟当地的气候特色 相结合 融入了中药丹龟等等 来煮那种肉排骨 形成了一种 由华人发明的 而成为当地的特色饮食的 就叫肉骨茶 由福建第三代移民创办的新丰肉骨茶 饮配料充足 肉骨醇香 汤汤汁甘甜 而备受本地人喜爱 华人创造 融合印度 东南亚 西方饮食特征的肉骨茶 已成为马来游子的行李必备 马来游客的美食必点 它与市井烟火中诞生 也将百年南洋情 威威道来 马来西亚 位于全球化石子中心 于海上咽喉位置 以优惠的投资政策 和旺盛的贸易往来 展开一张全球融会的蓝图 成为今天的国际大都会 柔佛州首府新山 更因地处新马要塞 而成为马来西亚的南方门户 高端品牌与知名企业 各国精英与商旅贵宾汇聚于此 全球顶级食材 供应不断 带来无限的商业活力 名流慧脆的餐桌上 珍惜美食应接不暇 米其林三星主厨 以独创方法烹调 包裹在香浓芝士里的蟹肉 洁白鲜美 细嫩弹牙 它是客人 在马来西亚受到的最高礼遇 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那种蟹 用马来西亚产的那种 自然香的 烹制而出的 肉质细嫩气味增方 现在这道菜 已经成为考量一个马来西亚厨师 鸡粉工的一道菜了 匠心独创 成就稀有美味 国际之都的低调奢华 与新潮格调融入美食之中 在舌尖共同迸发 马来西亚既是乐虎一族的宜居圣地 又是国际现代的繁华之地 时刻向世界热情地敞开怀抱 与新加坡一桥之隔的新山 是马来国土上一颗冉冉升起的 主目新兴 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成立 让新山经济腾飞而起 带来多元的生活方式 其中 富丽公主湾 更可以作为 亚洲滨海湾区生活的范围 一站是享受先进的医疗服务 多样的健康运动 高端的文化休闲配套 以及国际化的教育资源 休闲与时尚并进的理想生活 触手可及 原始自然 与都市繁华 乐活精彩与多元文化 四位交融 互占光芒汇聚成一首 美妙的岛屿交响曲 响彻在 马来西亚的上空